明朝年间,浙江有一位知府叫孙浅 娶妻成事,生有一女 名叫玉娘,风姿秀丽,性格温和 玉娘十七岁的时候 父亲将她嫁给了一个叫陈光的秀才 夫妻婚后相敬相爱,情色和明 说不尽的轻轻握握 婚后玉娘生下一子,娶名陈世恩 聪明可爱,夫妻二人示弱长上明珠 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陈光虽说有才,但时运不佳 直到二十七岁的时候 才在外地当了一个代理之县 可没当三个月,恰逢当地贼兵反叛 本县守将弃城而逃 陈光本想组织兵兵守城 可到处兵荒马乱,连牙医都逃走了 陈光眼见空城难守,心想 我非守城之将,可作为一县之长 城池被迫,难免罪责 但贼兵不稳,肯定不敢在城里常住 我先带家眷去城外避一避 等贼兵走后,再回县里料理也不吃 于是赶紧回家收拾东西 自己骑马,让玉娘和儿子试恩坐车 其他人员皆不行紧随 陈光一路上看到的景象 都是惨不忍睹,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忽然听见城中一声炮响 原来贼兵追了出来 百姓瞬间狂奔乱走 陈光的家仆们也被冲散 只剩下他一家三口 陈光只好下马 让玉娘抱着儿子骑马 但玉娘说妇人不好骑马 两人让来让去 玉娘只是不肯 陈光只好一手拉着妻子 一手牵马前行 玉娘走得实在太慢 陈光急道 你若再不上马 贼兵都要追上我们了 玉娘哭道 事以为急 你抱着儿子赶紧骑马走吧 不要因为我一个人 而拖累一家三口搭上性命 试恩听后哭道 绝不能扔下母亲 陈光说 我怎么忍心扔下你 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一边说 一边往前走 路过一个井栏边上 玉娘说 你们只因为我 才不肯上马 我现在死在你们面前 省得你们挂念 你只要带儿子活了性命 活在九泉之下也就明目了 说完 玉娘一头扎进井里 陈光想去扯 但是已经晚了 试恩见母亲跳井 也想跟着跳下去 但被父亲一把抱住 陈光向井里望了一眼 虽说不深 但也无法施救 估计妻子活不成了 陈光一边哭 一边抱着儿子上马 顺着一条山路逃走了 晚上 他们在一间破庙里站住 儿子因为想念母亲 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 陈光正准备出去打听贼兵的消息 正好碰见 有几个避难的人走在路上 说道 官兵已到 贼兵昨晚都已经跑了 我们可以回城了 陈光心想 贼兵逃走 果然不出我所料 于是与儿子上马 准备回城 快到城门的时候 只见路旁挂着榜文 大义是 知见陈光与守将弃城而逃 以致百姓颠沛流离 现在守将已经斩首时钟 知见陈光不知去向 此时城中已经恢复如初 逃逸百姓可回城重整生活 陈光看后大惊 转身便走 儿子世恩问道 什么榜文 陈光根本来不及解释 赶紧带着儿子逃走 一路狂奔几十里 两人才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 见后面无人发现 陈光才把事情告诉儿子 心想 虽说此事首将占主则 但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万一回去被治罪 连儿子都没人管了 儿子问 那现在怎么办 陈光说 我听说你外公在苏州任之府 我们不如去投奔他 一是可以把你母亲的凶性告诉他 二是可以请他替我脱罪 如果不行 我再改个姓名 你出后事吧 说完 两人又骑马向苏州方向而去 两人也不知跑了多少路 半夜三更地遇到一户人家 便前去敲门 想在此留宿一夜 敲了半天门 才见一位中年妇人在里面喊道 是谁 陈光答道 我是位过路人 想在你家借宿一夜 请您收留 妇人说 我们家里没有男人在家 不便留宿 陈光说 我与儿子落难 实在没有办法了 望您可怜一下 中年妇人一听还有个孩子 便起了怜悯之心 开门一看 确实是父子二人 看起来也不像坏人 便说道 你们先进来吧 陈光父子跟进屋里 中年妇人问道 你们是哪里人 为何到此 陈光撒谎道 我姓孙 是外地人 携妻带子去山庙烧香 没想到陆狱贼兵 妻子投紧而死 我们父子只好四处逃命 妇人说道 真是太不幸了 不知道客观是做什么的 陈光说 小人是个秀才 因为屡事不重 想着趁烧香之便 去苏州投奔亲戚 可谁能想到 路上却碰见这场破事 妇人一听 连忙笑道 原来是为秀事 吃尽了 说完便要去准备酒饭 陈光说 在此借宿已经打扰了 不敢劳烦 顺便问一问 你家高兴 家里有令郎吗 妇人说 先夫姓李 已经去世五年 只有一个女儿 还有一个老仓头 今天老仓头去纳梁了 所以没有男人在家 不敢轻易留客 只是听说你带个孩子 在身边 才不忍拒绝 过了一会儿 妇人准备好了酒饭 陈光刚准备要吃 只见儿子在那里默默哭泣 劝他吃些东西也不吃 陈光觉得心酸 自己也吃不下 便收拾被路准备休息 儿子是恩思念母亲 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浑身发热 陈光见儿子生病 不能行动 惊慌失措 妇人听说后 说道 客官 既然孩子有病 你就宽心在这里住几天吧 等他病好之后 再走也不迟 陈光心里非常感激 抚摸着儿子说 你母亲为了留下你这点骨血 所以才去赴死 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 连我也不想活了 说完 便泪如雨下 这一幕 早已打动了里面一个人 这人正是妇人的女儿 名叫秀莲 年方二八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知书达理 只是因为算命先生说秀莲 婚姻再远不再近 当为贵人之妻 所以附近的父护来求亲 妇人都没有答应 只想把她远嫁给一个读书人 昨天晚上 秀莲听说家里来了一位读书人 从帘子里偷看了一眼 只见陈光气宇轩昂 谈吐不凡 加上又听说她妻子已死 便对她上了心 早上又见她对儿子说的话 知道陈光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便想以身相许 私下跟母亲说起此事 母亲说道 此人远道而来 而且是个秀才 必有发达之日 如果嫁给他 也正合算命先生的话 秀莲听母亲这么一说 十分高兴 但母亲随即说道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她如果答应陆坠 我便答应这门亲事 上午的时候 正好那个老仓头从县城回来 妇人对她说了昨晚上的事情 老仓头说 县里正在张榜抓人 盘查非常严格 若是客观要走 必须要有录影 如果没有录影 恐怕连住店都难 陈光说道 我出门的时候 以为天下太平 并没有讨得录影 怎么办 老仓头说 县里说了 没有录影的 需要向县里申请 你赶紧去县里办理吧 陈光点头称是 但心里非常不安 当天晚上 施恩的病情稍有好转 陈光便对她说 本来指望你病好后赶紧上路 可现在又要录影 怎么办 施恩说 父亲编个假名 到县里去讨就是 陈光说 这两个县挨得特别近 耳目众多 我一个跑路的官员 万一被识破怎么办 父子二人在里面窃窃私语 没想到隔墙有耳 这番话都被老仓头听见 去告诉了中年妇人 妇人听后吃了一惊 对女儿说道 没想到她是这么一个来历 怎么办 秀莲认准了陈光 想了一会儿 说道 不就是一个路影吗 我们替她讨一个也不是男事 母亲说 怎么不难 秀莲说 堂哥李明在本县当差 直县特别信任她 她又特别尊重母亲 如果母亲让她去帮忙弄一张 应该不是男事 母亲一听 非常高兴 赶紧让老仓头去县里告诉李明此事 老仓头走后 妇人对陈光说道 你不用再瞒我们了 我昨夜听说你是戴罪官员 你实话实说 我或许可以帮你 陈光听后大惊 直到瞒不住了 便把事情告诉了她 妇人又把让侄子 带办录影的事情说了 陈光欣喜 倒头便败 妇人说 你先别着急谢我 我还有一个条件 我有一个女儿 想招你做女婿 你若同意 这事才能办 陈光迟疑了一下 说道 您的好意 我已心灵 但因爱妻惨死 不忍再去 妇人说 男人哪有不续闲的道理 难道你怕我家女儿配不上你 陈光心想 我本不想再去 但无奈行踪已被他们识破 如果此时不从 恐怕要闹出事来 再说人家也不嫌弃 我是个负罪之人 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陈光惆怅再三 对妇人说道 承蒙不弃 不敢推辞 只是仓促之间不好入赘 一是因为爱妻惨死 没有入恋 等我到了苏州 让人收敛了王妻尸骨 然后再好娶亲 这样才能心安 二是因为我负罪在身 还要去苏州找岳父商量脱罪之际 若是入罪在此 恐怕误了前程 不如先把孩子放在这里养病 等我到苏州见过岳父 然后再来下聘成婚 妇人听后 觉得也有道理 便当场索要了陈光一支金簪 作为聘礼 却说世恩在病床上 听见父亲与妇人的谈话 心中十分伤感 并又严重起来 成光想把自己不得已 才答应入赘的苦衷告诉他 但又怕被别人听见 第二天 老苍头果然把录印拿回来了 但成光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世恩的病情又加重了 只好请人给他看病 又耽搁了几天 过了几天 成光才上路 妇人和秀莲准备了韭菜相送 成光把儿子托付给了他们 妇人说 放心吧 都是一家人了 还分什么彼此 成光又悄悄吩咐儿子 你安心在此养病 我一到苏州 便派人来接你 世恩扯着他的衣服啼哭 成光挥泪而去 成光有了录影 一路畅通无阻 一天 他在一家客栈里休息 正好碰见一位官差 说是苏州之府派去杭州承办公文的 成光欣喜 问道 大人 是苏州孙前大人让头的公文吗 那位官差说道 如今孙之府已经不在苏州了 朝中有人推荐他 进京做官去了 如今苏州是王老爷掌印 成光听后待了半场 心想 这可怎么办 岳父大人不在苏州 我还去那里做什么 我是负罪之人 又不能进京 现在又没有返程回李家的录影 这可怎么办 当晚 成光只好在店里住下 普思明想下一步该去哪里 忽然听到隔壁传来痛苦的声音声 你也没停 第二天早上 成光去问店家隔壁是怎么回事 店家说隔壁住着一位复任的官员 路上遇到贼兵 家眷皆被屠杀 本想继续去复任 可没想到一病不起 成光一听 此人与自己情况相同 算是同病相连 便让店家引着自己去看 只见那人躺在床上 见到成光进屋之后 那人叫了一声 哎呀 光兄 你怎么在这里 这句话把成光问得一愣 仔细一看 那人原来是自己的同乡好友 叫王善存 两人相见之后 非常欣喜 把店家支开之后 两人各自诉说了自己的不幸经历 同时也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王善存说 你既然没有去处 我又有病难行 现在官平在这里 你不如顶了我的姓名 去永州赋任 那位将军只听说过我的名字 又没有见过真人 应该不会识破 成光说 多谢兄长好意 但这是你的功名 我又怎么能站 等你病好后再去也不迟 王善存说 我现在病体沉重 万一死了 这客栈哪里是停尸的地方 我不如顶了弟弟的名字 就说是王善存的弟弟 然后跟你一起去上任 若是不幸而死 还希望你能为我炼葬 如果死不了 跟你去任上休养 岂不是更好 成光一听 当前这确实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二天变故了一辆马车 载着王善存去赋任 成光到了将军府 经过将军的考核选拔 深得将军认可 而王善存也没有病死 一直住在成光的关崖里治病 成光上任半个多月 一边派人到妻子投锦的地方 捞去世故 另一边派人去李家接儿子过来 同时请秀怜母子置任所成婚 成光为了祭奠王妻 在家里设了玉娘的灵位 过了几天 儿子世恩和秀怜母子都接到了 此时世恩已经痊愈 成光非常高兴 便对他说了自己顶名做官之事 并领他去拜见了王善存 然后又在母亲灵前跪拜 世恩见到母亲的灵位 当场哭倒在地 第二天 成光与秀怜成亲 家里张灯结彩 非常热闹 世恩见这片光景 心里更加难过 成光怕秀怜 看见世恩的样子不高兴 便让世恩跟着王善存居住 新婚之夜 世恩与秀怜入了洞房 此夜恩情 自不必说 当天 世恩没有拜见秀怜 第二天又推出有病 直到第三天才来拜见 人还没拜完 便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玉娘 当场放声大哭 想起母亲惨死不久 尸骨未炼 父亲就娶了新人 心中如何不痛 尘光见后 也伤心流泪 但秀怜却非常不高兴 心想 这孩子也太无礼了 不说你父亲是在我家避难 连自己的病都是在我家养好的 如今却这般模样 一点也不把我这禁母放在眼里 嘴上虽然没说 但心中非常不高兴 此后 就连再也不关心世恩的事情 世恩也不把他当母亲对待 两人就这样别扭地过着 过了几天 去寻玉娘尸骨的人才回来 禀报警中并无尸骨 尘光不信 那人说连井里的老泥都翻出来了 也没有找到 世恩听后 哭道 肯定是派去的人不肯用心 看来还要儿子自己去 晨光说 你一个孩子家的 去干什么 太去的人肯定不敢糊弄我 可是你娘的尸骨哪里去了呢 世恩听后 又是一顿痛哭 说道 命好的真是命好 命苦的更是命苦 我娘不但眼前的荣华富贵 享受不到 连一口棺木 一座荒坟也销受不起 晨光听后 只是劝她 而秀莲听后 心想 这不明显是妒忌我吗 你娘自己死的 又不是我连累的 没了尸骨 又不是我拦着不让你去找 怎么到埋怨起我来了 心中更加不高兴 玉娘的尸骨到哪里去了 原来当日玉娘并没有死 所以井里怎么可能有尸骨 玉娘当日投紧之后 贼兵散尽 正好苏州孙之府领家眷进京妇人 见当地兵变 不知道女儿女婿怎么样了 孙前正想找人打听 恰好路过了那口水井 家谱打水的时候 发现井里有一个妇人 救上来之后 一看竟然是孙前的女儿 孙前夫妇见识女儿玉娘 一摸心头还热 赶紧施救 过了半天 玉娘才苏醒过来 本来他们想去找女婿和外甥 但又怕一时找不到 耽误了自己的任期 只好带着女儿一起去妇人 当时派去打听的人 将陈光与首将的名字捣混了 回来告诉孙前说 陈光已经被杀头 又不知道施恩的下落 玉娘知道后 差点没哭死 心想当日舍身取命 只为要救丈夫和儿子 可谁知道如今一个死别 一个生离 岂不让人痛心 期间 玉娘几次要自己 都被父母劝住 于是 立志为丈夫守节 而且天天求神问部 打听施恩的消息 可他哪里能想得到 陈光正与秀莲在永州享福呢 且说陈光与秀莲 因为摆放玉娘临位的事情 两人也没少吵架 有一天 陈光见秀莲在房中流泪 问道 夫人为何烦恼 秀莲说 你只想着前夫人 难怪施恩只把亲娘当娘 全部把我当娘 陈光说 儿子有什么触犯你的地方 不妨对我说 此时秀莲却不说话 急得陈光没有办法 当下 陈光出了房间 私下对施恩说道 你虽然思念母亲 但是不能再当着继母的面哭泣了 早晚要去请安 不能错了规矩 施恩不敢违背负命 只好勉强应付 陈光见他母子二人始终不能亲近 心里也非常难过 过了几天 王善存的病好了 陈光不忍心再占他的功名 便要向将军说明此事 要想将军信任他 应该不会降罪 果然将军知道详情后 不但没有责怪陈光 而且把王善存叫过来考核一番 果然也是个人才 将军大喜 把他二人都收至仗中听令 王善存也有了自己的嘶哑 正好把施恩带过去一起居住 自从施恩走后 秀莲有说有笑 比以前要好多了 转眼间过了五年 秀莲生下一子一女 儿子叫圣哥 女儿叫真姑 陈光特别高兴 可那只乐极生悲 秀莲的母亲忽然染病 不到三天便死了 秀莲哀痛至极 因为不能亲自送母亲回乡 每日哀痛 染上疾病 惊得陈光赶紧请人医治 可医生都说是伤感气情 难以救治 常言道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秀莲临死的时候 想到 我之前责怪施恩哭母 谁想到现在却轮到自己身上 我母亲死后 有事有关 我尚且痛心 何况她的母亲死于非命 事关都没有 如何让她不心痛 又想到 我母亲没有儿子 幸好堂哥替她扶桑 我死后 除了施恩替我匹马执杖 还有谁呢 可见生女不如生男 幼子不如长子 我这幼子幼女 又能干什么呢 于是寒温对陈光说 我当初错怪了施恩 如今想她了 快让她来见我啊 陈光说 施恩一向过来问安 我怕你讨厌见她 一直没让她进来 如今想见她 我叫来便施 施恩见了秀莲 吃惊道 母亲怎么病成这副模样 秀莲握着施恩的手 说道 施恩 你是个大孝子 之前是我错怪了你 我现在快要死了 你父亲正直壮年 我死之后 少不了还要续去 我这幼子幼女 以后全靠你做长兄的照顾了 你只念当初在我家避难时的恩情 千万不要记我后来的不是 说完 泪如泉涌 施恩流泪道 母亲不要这样说 等你病好之后 还要照顾我们呢 万一有什么不测 弟弟妹妹 与我同父所生 即使没有当初避难的恩情 我也肯定会照顾好他们 秀莲说 你真是个人善的好孩子 如果是这样 我就死而淋没了 然后又对陈光说道 你若再去娶后妻 千万不要轻信她的话 贴下这几个孩子 陈光说 我今生是不再娶 秀莲说 这话恐怕未必 说完 淡断了气 父子二人放声大哭 之后少不了至丧 陈光买了两口棺材 世恩不解其意 陈光说 亲娘 后娘一起练葬 你母亲没有师姑 就算立个虚棺吧 世恩点头称是 于是灵堂中设下两个棺材 一虚一实 一个原配 一个继人 后来 陈光跟着将军立了大功 将军向朝廷为其请功 并将他的情况奏报朝廷 最后上面降旨 不追究陈光之前的罪责 还提拔他进京当官 陈光一边将两只棺材送回老家 一边与将军和王善存辞别 然后带着三个孩子进京赋任 此时 陈光的岳父在京为官 当将军为陈光请功的时候 岳父孙前才知道女婿还活着 对妻子和玉娘说了 两人大喜 但不知道陈光是否续去 世恩是否还活着 便派人前去打听 探听消息的人 把事情一一来报 岳母说道 陈光如此无情 等他来见你时 先不要说女儿没死 只需如此如此 看他如何 孙前点头称是 过了几天 陈光到京任职 带着世恩来拜见岳父岳母 路上 陈光嘱咐儿子道 在外祖父母面前 不要提起继母的事情 孙前夫妇与他们相见后 见世恩已经长成十二三岁 又惊又喜 几人坐下之后 孙前便问陈光 贤婿可曾续贤 陈光说 小旭命不好 旭贤又断贤 孙前又问 贤旭旭贤 在我女儿死后几年 陈光有些不好意思 说道 就在当年 岳母问 为什么那么着急 陈光便把当年 在秀莲家里避难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只见孙前说道 旭贤也是没有办法 既然现在断了 那还要再旭 我有个侄女 与玉娘特别相像 把她嫁给你怎么样 陈光说 谢谢岳父厚爱 只是小旭已经不想再续了 于是便将秀莲林中脱姑的事情说了一遍 孙前不高兴地说道 你只念秀莲托姑之情 可我女儿当日头颈而死 你为何不念她的托姑之情 我现在想把侄女嫁给你 就是为了让你不要忘记王女玉娘 陈光听后 羞得满脸通红 无言可达 说道 以后再说吧 孙前却说 我一定不必在意了 陈光起身告别 孙前夫妇将施恩留下 问了一些当年的事情 也没有让她与母亲相见 只说道 我之女就是你的小姨 你回去让父亲明日纳替 后天成亲 必须让她亲自来迎接 施恩回家后 将此话告诉了父亲 陈光无可奈何 只好照办 在去迎娶之前 陈光带着三个孩子 在两位王妻林前祭殿 陈光与施恩大哭一场 陈光对施恩说 将来的继母就是你的小姨 肯定会对你不错 只怕要苦了这两个小的 施恩哭道 秀莲继母临终之言 何等悲怯 弟弟妹妹 我必当尽心呵护 只是爹爹也要硬起起来 陈光点头流泪 且说 陈光去迎娶新娘 拜堂的时候 只见新娘站住不拜 却说道 众人退后 我是陈光的前妻玉娘的灵魂 现在附着新人之体 要与她单独说话 众人大惊都走了出去 陈光也吓得退了两步 施恩却在一旁大哭 要上去扯新娘的盖头 新娘赶紧制止 说道 我怕阳气相逼 不要先起 陈光此时已经不怕 上前扯住新娘 哭道 前妻 你灵魂一直在哪里 为何尸骨却不见了 新娘子一挥手 说道 你别哭了 你既然挨痛我 为何去闲 陈光说道 本不忍去 只因在李家避难 没有办法 新娘子又说 你为何听信后妻之言 把儿子赶了出去 陈光说 这不是赶他 正是爱他 因为他是爱于继母 所以才把他寄养在王善存那里 新娘子又说 秀莲的母亲死了 你为他治丧 我父母一直在京城 你为何不派人来问候一生 陈光说 我当时用的是假名 根本不敢来京城 新娘子说 这些也都算了 今日我要你与我同赴黄泉 你愿意跟我去吗 陈光说 之前你为我而死 今日我随你而去 我心甘情愿 这时 世恩在一旁说道 希望母亲留下父亲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玉娘听世恩这样说 经不住落泪 又听见丈夫啃随自己死 看来也不是薄情 于是说道 我是话告诉你们吧 我并不是鬼 我就是玉娘的妹妹 奉伯父之命 让我如此考验你们 陈光听后 才定了心神 心想心来的娘子 怎么会如此做作 听她的言语 竟然与玉娘的一模一样 正在猜疑之间 只见玉娘又说道 伯父吩咐你撤开秀莲的灵位 让我指败姐姐玉娘的灵位 陈光没有办法 只好挪开 玉娘又说 把秀莲的灵位烧了 方可成亲 陈光与儿子一口同声说道 这个使不得 但玉娘非逼她这样干 陈光一来怀疑她是鬼 二来因她是岳父的侄女 也不敢太为傲 正准备拿着灵位去烧 这时被玉娘叫住 说道 这就是你薄情了 你当初在李家避难 受李家之恩 如今为何听信后妻之言 就要把她的灵位烧掉 你供着吧 只是把玉娘的灵位烧了吧 这时 陈光与儿子听后 大吃一惊 问道 为什么 这时 玉娘才把盖头揭开 笑道 我如今没死 你们还立我的灵位干什么 陈光与儿子大惊 上前扯住玉娘 问道 你是人是鬼 玉娘便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 夫妻母子抱头痛哭 此后 神恩领着弟弟妹妹过来拜见母亲 又对母亲说了秀莲的临终一言 玉娘听后 说道 这个不用操心 当初我是前母 秀莲是继母 如今她又是前母 我成了继母 我不愿继母虐待我的孩子 又何忍虐待前母的孩子 陈光听后 起身称谢道 难得夫人如此贤德 秀莲有灵 在九泉之下可以明目了 第二年 王善存也赴京任职 原来善存做官之后 也娶妻生女 恰好玉娘又生了一个儿子 正好两家联姻 玉娘把圣哥 真不与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看待 不分彼此 陈光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后来 陈光与秀莲相亲相爱 白头到老 而世恩与弟弟妹妹们 也都非常有出息 不是考取了功名 就是嫁了好人家 最后都一声向善 接得善报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